大家好 今天开启电动吴小强的第二篇 今天要聊的这个品牌是小鹏汽车 小鹏汽车是为数不多通过聚焦科技化的标签 形成产品力同时表现出品牌溢价的品牌 这在电动吴小强中应该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表现 坊间有一个传闻说小鹏汽车是特斯拉在中国最大的谜地 从运营方式和技术路线上双方也拨有相似之处 但是由于它必须抢在特斯拉FSDβ入华之前 强化对一些关键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功能的提前释放 抢赛点以强化其科技化的人设 这方面它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就是它有非常高的运营成本 而且这种成本高是全方位的 为了实现这种关键参数的赛点 它在搭建自己的硬件系统上也付出了比较高昂的成本 相比于这些竞品而言 它提前布局了很多算力的部分 它是国内第一个采用英伟达XWARE系列芯片的车企 当时这个芯片的采购成本是比较高的 因此它整个车辆的这种物料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么另外一点是为了实现一些软件功能的释放 在算法的全战自研上面它也是布局了很多平台级的投入 而且都是一次性到位的 它的销量相比于特斯拉已经接近年销百万的状态是比较小的 所以对这些成本的这种分摊也是比较差的 那么反而是国内目前一些相应的也走科技化这条路径的 这样百度阿波罗和华为的嗨系统的话 它们在数量分摊上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它们的合作方式是比较多样的 首先有一些跟其他车企合作赋能的部分 也布局了一些自己造车的部分 基本上是两条腿来走路 它整个用数量来分摊高额的固定成本上面 也有相应的优势 另外一点是急速的快跑 急速的迭代带来了 它在不同车型和不同代际产品之间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硬件架构 它的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的硬件架构 基本上是一款车一个样子 这带来了极其高昂的后期维护成本 而特斯拉在这方面 基本上在目前形成了不同车型之间 共用一套硬件架构 不管是Model 3 Model S Model X 还是即将到来的Cybertruck 虽然在硬件的具体配置上有一些差异 但是整体的架构是类似的 背后的软件和中台系统 后台系统都是高度通用的状态 再结合它庞大的销量 在分摊这些成本和维护的水平上 都是有相应的优势的 同样反映在它的产品线上 还有一个产品线规划比较混乱的状态 可能是它一直都想着 在一些产品上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 每一款车单独去讲的话 都有一些爆款的潜力 尤其是P7和P5相关的产品 但是这些产品放在一起的时候 难免出现了一种相互彻肘 相互请压的状态 尤其是目前的爆款车型P5 这个车子跟G3i 实际上是同一个平台上开发的车型 但是它比这个SUV空间要大 空间的百变性上要好很多 这就使得G3i的定位是比较尴尬的 目前在一线的销售那里 我们也看到好多人 都是直接放弃了G3i这个车型 只推P5这个车型 所以说从弥补产品线的角度上讲 P5对于G3i并不是一个完善的阶段 反而在侵蚀G3的一些相应的市场份额 从空间的表现上 P5的后排空间又比高一个等级的P7好很多 同时还标配了热泵系统 甚至提供了激光雷达的一些选配的问题 同时它的辅助驾驶的F-Pallet 3.5 也目前为止主要是装在P5上 所以从这些一些细节部分 它对P7又有一些相应的侵蚀 所以P5这个产品线我总体来讲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要推出这么一个样的车型 它把P5的所有的设计理念 放到G3i的改进上不是更好吗 做一款低级别的SUV 在空间上在空间的摆变性上 比高一个级别的运动型轿车更好 这也是符合目前为止一些不同产品线 在同一品牌下的一些定位 但是目前为止分成这么三款车 我感觉整个产品的逻辑还是比较混乱 如果日后在后续的换代中 对产品线进行相应的精简 不光是理顺了这个产品逻辑 对于它的整个生产和综合的运营成本 应该也有很大的一些降低 目前为止呢 小鹏的一些产品线 也是面临着外部的产品竞争加剧 G3i和P7的车型 当初刚刚立项的时候 说白了市场上比较直接的竞品 是比较少的 还是属于一个错位竞争的状态 因此在攻城掠地的时候 表现也不错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品牌 加入这个战场 像这种海豹 原Plus相关的车型 使得P7和G3 都有了一些直接可以对比的对手 所以它在差异化这方面的优势 越来越小 因此它的成长空间 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不过好在小鹏目前为止 在消费者端的品牌影响力 已经起来了 也有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足以支撑其成本和未来销量的发展 那么即将到来的全新的SUV G9 也可以实现一个全新的硬件架构 以及辅助驾驶功能的搭建 也许G9的这个硬件架构 就是它后续所有产品 在一段时间内 比较固定的一个架构 对于它控制整个软件和功能释放上面的成本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当然小鹏的辅助驾驶功能 也进入了一个边际增长比较低的阶段 因为随着它向城市NGP相关的功能 去探索的时候 这个空间里面风险点越来越多 但是它可以承受的这种大事故的风险 去越来越少 也许它在后面去释放一些高阶功能的时候 整个速度都要放慢一些 这对于它继续深化自己科技化的标签的话 其实挑战是难大的 同时在Apollo和华为的Hi系统赋能的情况下 也许会出现一些竞争对手 在局部功能上释放超过它 这些都是它即将面临的一些挑战 那么对于小鹏来说 在必须狂奔的情况下 又要保持品牌建设与产品规划 同时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 才是它最大的挑战 那么小鹏的持续发展你看好吗 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个关注 谢谢大家 再见